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对墨西哥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之际 中国和墨西哥承诺加强双边合作以及扩大贸易关系 习近平星期二会晤墨西哥总统聂托后表示 中末两国签署了范围广泛的合作协议 中末两国就墨西哥猪肉和龙蛇蓝酒进入中国市场达成协议 习近平表示中国计划不久从墨西哥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商品 但没有做具体的说明 习近平这次的目的部分的目的是恢复在前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 任期内处于紧张状态的中末关系 卡尔德龙曾在2011年会晤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